列强入军时大惊的百姓在干嘛 要是说他们在旁观那都是客气的 你甚至可以说群众完全在乐呵呵的看热闹 你就看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情况 就完全明白了 根据英军的记载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的半年 当时的英国军舰要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 然后进攻乌勇炮台 这个时候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 平静的观看亲王朝的军队和英军开打 这个场景就好像在看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人互撕一样 甚至当挂着黄龙旗的官船被击沉之后 清军跳水时 两岸的居民甚至发出了像看马戏看到精彩之处的启启声 这句话可是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国人说的 而泰伍时报的特派记者库克在英国军舰费勒吉顿号上面观战时 发现当英军进攻城镇的时候 百姓还跑到了岸边 向正在进攻的英国水手售卖水果跟蔬菜 以至于林泽徐在给道光皇帝上奏的时候就提到过 有汉奸百余明由川鼻湾等案给英国人带路 这场景显然是突破了我们对西方列强入侵时中国人反抗的意向 因为在课本里面我们重点讲的是西方入侵 然后我们如何抵抗呢 为什么现实当中这帮老百姓对于列强几乎是没什么感觉呢 其实根本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清朝时期的中国群众和朝廷是完全分开的 甚至你可以说清朝的统治经历完全是对内不对外 根据人眼文献积略的记载 当时的扬州城是大清盐商的聚集地 对于那些给官府当买办的盐商而言 走私范盐的盐宵是他们利益链上最大的敌人 于是乎当地的盐商竟然拿出了30万两的银子送给了英国人 让英国去炮轰盐宵们的聚集地 最终酿成了老和盈惨案 可以说在面对列强进攻时 很多当地的群众会发动反击 但是官府或者说和官府存在利益关系的买办商人 反而会利用这个机会咸阳灭敌 另外广州的三元李康英也是一样 由于英军破坏当地村民的祖坟 导致当地的百姓自发组织攻击英军的时候 清军反而去赶走了当地的百姓 因为如果你是地主示身的话 那都是朝廷要团结的对象 他们说抵抗洋人那也就算了 可老百姓要是自发的组织起来 万一这股力量失控 那可是要推翻自己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圆明园被破坏之后 当地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还进去偷东西 包括后来的青东陵被挖光也是一样 因为不管是皇陵还是圆明园 在清代这完全就是皇族老爷们的私人花园 烧不烧自然和群众没关系 他们唯一存在的关系 就是这些园林是通过剥削老百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这也正是近代中国贫肉的根本原因 因为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 一个没有和群众利益站在一起的政权 注定是会在群众的力量下毁灭的